是不告知客户 最后零半分期 半贷款 交交交交交交交钱啊 车款都付了 他再收热情 再告人 人家等于没有选择 只能交热情 他等于一个隐形交费 然后呢 比如说你要是小,我优惠少,其他都送也行 比如说这个车优惠多,你单独交这个钱,交那钱 都可以单独付 不光是说一次性交的,你交完以后我们给你提供服务的 比如说办理这些解压,包括这个还款提示,提醒我还款 对,这些手续公众解压,包括这些初步审核这些东西,他都需要人工去操作了 我举例了,这车优惠一万大不了,你要做分期的话,能优惠一万五 做分期,虽然你手续费高一点,但是优惠给你多一点,你找一下 你全款就什么都没有 说白了就是,这个利润这个东西,车价优惠的多 那我们这么多员工说,无非就出点利润 这些东西都需要人去操作的 他们的工资什么的,就是无形能看到有出 你去问问宝马,你去问问别的态度,包括国家美货,包括基本都有这个货 这个货币说白了就是手续费啊 对啊,你做银行贷款也有一定的手续费 咱这个,很多时候他出险的话,你也知道,如果小伙优惠他出一次进行,你第二年买包钱,会贵很多 咱这边反正就是更专业的 就是您出险,包括您干什么,一个电话,包团救援,各种服务,大店必定不做服务 对啊,咱这个必定是在付,收货,维修,能出险的话,一个电话,咱这边搞定,完全搞定,不用您电付资金 来源,那个,车展这4天,整个济南市,我估计,销量大概能到400,300多400辆 并没有,因为这个时候都不买了,销量就不行了,很多人就落了底下,什么并没有,卖的更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